袁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,那個龔孫俊就準備留下莫文去一處荒無人煙的荒野上,去見下姑娘的高招。 那麽關雲山就推薦說他交我去八寶山,那裏很少人去的,來寫不過十幾里,莫文就說我沒問題,那就有勞關大俠你帶路了。 話說關雲山,立刻命令家人備馬,同時又叫家人帶走菜,先去八寶山等他們。 莫文聽到他這麽吩咐就笑著問,關大俠你這麽破費呀,備馬又備走,好像我們這趟不是去八寶山交鋒,好像是游山換水呀。 公孫俊說,這樣的交鋒,豈不是更加帶點雅興嗎? 關雲山就說,難得姑娘來寒死一趟,在下只好借此為姑娘接風,同時亦都為各位壯淡。 那個司馬雄都說,好,到時我先飲三大碗,再看下比武。 於是他們一行六個人騎著馬,由關雲山在前邊帶路,莫文就跟著後邊,真是好像去郊遊那麽款,一行就向著八寶山去。 那麽大家看,關雲山的兩位家人已經在等候著,關雲山就跟著叫那些家人,帶走錯日登上八寶山。 這個八寶山果然是紅進幽深,綿然數十里,山中的古墓很多,亦都很密集。 大的有三四百座,小的都有十幾座。 春秋戰國楚莊王的墳墓,亦都在八寶山中。 關雲山帶著一行人,來到一個叫跑馬船的全邊才落馬。 莫文就四圍略略打亮了一眼,見到全邊有一塊不多大的平地,這裏的確是一處交鋒的好地方。 這裏的泉水清潔,情迫如鏡。莫文不由讚嘆地說, 這裏的泉水真是美麗,用來洗劍最好不過。 關雲山就說,姑娘,你知不知道這眼泉怎麼叫跑馬船? 不知不知道。 傳說,這泉水是三國時期,關雲山將軍行軍至此,他匹馬跑出泉之處,所以取名叫跑馬船。 蛤?難道關雲山、關聖帝,是關大俠的祖先? 慚愧!慚愧! 再下實是有辱祖先英明。 關雲山講完了,叫家人在全邊草地上,鋪了一張毛毽, 放上他們帶來的酒菜,然後請大家植地而坐。 大家都不客氣,坐下,開始喝酒吃菜。 走過三巡,莫文就問公孫進了。 公子,怎樣?我們現在可以比試了吧? 公孫進說,好呀,請。 慢著,我們之間贏了又怎樣?敗了又怎樣呢? 如果在下敗在姑娘手中,任由姑娘你處置。 蛤?那即是說我叫你死,你也死了。 可以這樣說。 那如果我敗在公子劍下又怎樣呢? 我希望姑娘,在我等陪同之下, 將慕容家的武功絕學秘笈,交到少林子住持呼牧大師手中。 然後請姑娘你絕跡江湖。 那你真是有意思要我自盡呢? 在下並不是這個意思, 只希望姑娘你從此忍退山林。 公子這個條件都不錯呀。 那,我要獻醜了。 莫文講完,突然一下彈起。 誰知道還沒彈起。 莫文整個,哎呀! 攤了下來,坐在地上竟然站不起來。 公孫進一看就說, 姑娘,你做什麼呀? 你的酒菜有賭。 什麼?有賭?我試一下。 公孫進亦想起身。 誰知道,他比莫文更差。 連戲都提不起了,莫果說彈起。 他跟著驚奇就問, 誰下毒? 跟著那雙眼就掘著關雲山。 因為那些酒菜是他叫家人帶來的。 關兄,到底什麼回事? 關雲山還沒回答。 旁邊的白雲道長也驚叫了。 喂! 雲道都中毒。 我現在感到軟弱無力。 關雲山一聽! 嘩!這個客人非同小可了。 他就說, 真的? 你試圖運氣了。 哎,糟了,一試, 他怎麼都提不起你。 即是說他還賣毒了。 他這陣子很生氣地問, 誰敢在酒菜落毒? 哈? 講完目光就找那兩個家人了。 那鐵拳岳洲虎司馬虹和仁義長者柳寨主呢? 大概比其他人多喝了兩杯酒, 又多吃了幾口菜。 現在兩個人就軟腳蟹地, 躺在毛尖上就不能再動了。 即是說喝酒的六個人全部都中毒了。 這就怪了, 這個毒除了那兩個家人放的應該沒有其他。 但那兩個家人去了哪裡呢? 放眼跑馬虹四周, 沒有了兩個人的蹤影。 公孫進還很生氣地問, 關兄, 這個毒到底是不是你叫人下的? 關雲山在冤枉說, 公孫原帝, 我關某會做出這麼無恥的行為嗎? 我關某要害大家, 我用不用來這裡嗎? 莫文就說, 看來就不像關大俠叫人下的, 如果不是, 他為什麼自己中了毒都不知道呢? 那邊的司馬雄雖然整個攤在那裡, 但人是清醒的, 他咬牙齒齒地說, 如果我知道誰下毒, 我拎牙齒的頭。 柳寨主, 他真的有苦, 說不出了。 的確那些酒菜是自己叫家隱帶來的, 不然就猛叫那兩個人的名字, 關牆, 關吉, 關牆, 關吉, 這個關牆, 關吉, 就是關府那兩個家人的名字。 誰知道關雲山叫了幾聲沒有人應, 他們還不想再叫, 從林裡面十聲閃了一個人出來, 那個人出來就笑著說, 哈哈哈哈, 關大俠, 不用叫了, 他們被各位先走了一步, 再叫, 哈哈哈哈, 他都聽不到了。 關雲山問, 你是誰? 嘻嘻嘻嘻嘻, 關大俠, 你想問在下是誰? 去閻王爺面前問, 那你就知道了。 莫問就問了, 那些毒是不是你下的? 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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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人稱狡惑如狐狸的莫姑娘, 想不到, 金唐你都總計了。 你想怎樣? 哦, 我不想怎樣, 其他人一會都會死, 唯狐狸呢, 你不死得。 我實在不明白, 毒真是你下的? 嘿嘿嘿, 姑娘如果你想知道, 那等我先將那班東西搞定, 我就告訴你啊。 難咧? 其實你不說了, 我也知道毒是誰下的了。 哦? 你又知道? 要不需要我說出來? 姑娘, 你未免太多事了, 看來, 我已經不得不殺你了。 好啊, 你殺了我, 你又什麼都得不到, 我看來怎麼回到你的主人交差。 哦? 我主人? 你以為我看不出你是什麼人啊? 哼, 那我是什麼人呢? 你是西域如銘陰掌門的人, 我會看錯吧? 哦, 你又怎麼知道啊? 你又怎麼知道啊? 哼, 我告訴你也不怕了, 當我出去江陵西城門的時候, 我看見柳寨主在馬上跟你打顏色。 無來我就發現你在後面遠遠地吊著我們。 你們原明陰掌門的輕功, 你騙得過我嗎? 哦, 姑娘, 你對眼睛挺厲害啊。 哦, 不過我不明白啊, 你正不正確殺了關虎兩個家人, 為何要承認毒是李洛呢? 你從來都沒有捱過酒席啊。 他們倆這樣說話, 除了司馬洪之外, 公孫進關雲山白雲道長, 都已經明白, 今次洛毒是誰主使啊。 關雲山長嘆啊, 啊, 柳寨主, 你我交往兩年, 我要向敬你江戶上的仁義長者, 你為何做出這等卑劣無恥的勾當? 那個司馬洪今次才明白就說, 啊, 柳寨主, 那些毒是李洛的嗎? 公孫進就說, 司馬興, 你這樣都看不出。 白雲道長咬牙赤子說, 我想不到貧刀, 是一個小人的手上。 這陣子那個柳寨主, 見到事情敗路了, 無謂再辦事, 他根本沒有中毒。 噗一聲, 成果在地上彈起, 跟著卡卡笑, 哈哈哈哈哈哈, 沒錯, 讀是羅湖夫樂的。 莫問了, 微微笑就問了, 哎呀, 你這麼快就認了嗎? 哼哼, 人稱莫姑娘, 你多畸竟, 又狡猾, 又狡猾, 有狐狸之稱, 果然如此啊。 這陣子那個西域來的人就說了, 痴, 再狡猾, 又不是中了債主你的計。 司馬雄就說了, 盧噗夫, 你為什麼事要害我們? 莫問對著司馬雄就說了, 你這個笨父啊, 柳寨主啊, 既然想得到慕容家的武功絕學, 他又不肯出五十萬兩銀, 更怕人家知道, 不是這樣做, 他還有什麼辦法想啊? 蛤? 殺了你們, 那麼他虛偽的人義之名就沒有人知道咯。 日後, 他依然可以在江湖上, 以仁義長者的面目走動, 那不是幾好嗎? 那個柳寨主就不喜歡說, 姑娘, 你說夠沒有? 我剛剛還沒說夠的, 我都不明白, 你在中原武林其實挺有明星啊, 為什麼會跟西域元明陰祖門的人, 穿通一起啊? 西域那個人就說了, 柳寨主是我們教主手下三十六標騎士者之一, 早就派入中原國, 你什麼國都還沒說完呢? 柳寨主嫌他說話太多就喝斷了, 閉嘴, 你不嫌你說話太多嗎? 還快動手? 車寨主夾什麼啊? 他們都是快死之人啊, 讓他們知道怕什麼, 讓他們死就明白啊, 不要說那麼多, 快點把他殺了, 我將這個狐狸抱去馬那裡, 爭取時間趕回柳家寨。 那個柳寨主說完, 走過來一手就稱住莫文, 不然剛剛抓到莫文的時候, 一個奇異的現象突然發生了, 莫文反而一反手, 扣住了柳寨主手援的命脈, 跟著莫文又整個彈起站在身上, 嘩, 莫文拱揚了一做, 柳寨主就震驚了, 西若尼哥的人都一朵木, 不知什麼事啊, 柳寨主臉色大便來說, 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沒有中毒啊? 莫文就笑著問, 我既然看得出你下毒, 你猜我還不會中毒嗎? 我看著你喝了三杯酒的! 是啊,喝了啊! 哥哥, 那你為什麼不中毒啊? 我喝就是喝了, 但是不是喝到嘴裡, 是喝了我糖三咒裡, 你不叫我用三咒, 遮著酒杯喝了三杯嗎? 你這麼知道是假假意騙我嗎? 是啊, 我現在不是這樣, 又怎麼可以把你的真面目揭露出來啊? 旁邊的西域人不理不得了, 突然間一掌向莫文拔過來, 想將莫文拔傷, 就算打算拔他不中, 都可以驚退莫文, 然後救出柳寨主, 最後合兩人之力, 或者可以賤莫文了吧? 哎呀, 莫文既然扣住柳寨主的命名, 又怎會不提防西域人的偷襲才呢? 所以當西域人一掌拍過來的時候, 他就輕輕地閃著, 就把柳寨主送到西域人的掌下, 這個西域武士一下收了不及, 啪! 哎呀, 那隊長就拍正在柳寨主的心口裡, 拍到柳寨主, 啊! 一掌閃血吹出, 這樣莫文又鬆了手, 柳寨主害重傷倒地, 露大鼻眼望著西域武士, 意思是說你有沒有搞錯啊? 打我呢? 莫文笑著說, 哎呀呀呀, 真是好看啦, 袁銘音掌門人的武功, 真是跟中原武功大不相同, 自己人打自己人的, 那個西域人見傷了自己上司, 又害怕又生氣地說, 啊! 我和你們的妖女搏了! 講完傷掌又向莫文拍來吧! 誰知莫文千千玉掌以太越門的掌法, 不但化解了他的掌力, 另一隻水袖發聲, 伏著在西域人的小腿骨頭跟著廣商說, 你給我拉低啦你! 嘩! 那堂水袖引化了他的骨頭, 立即聽到他的骨頭一聲斷了, 痛到武士入心入肺, 他人真是很乖, 嘩! 就跪下了, 莫文跟著出手, 嘩! 一聲, 隔空點了穴位, 這樣才眼尾都不瞎, 就說, 你這樣的武功, 都會跟我們交手嗎? 公宣盡那幫人閃眼之間, 就看到莫文制服了柳寨主和西域的武士, 既佩服莫文的武功, 亦都佩服莫文的機制, 師馬雄這套鱷州府很開心地叫, 姑娘, 好呀! 你沒有殺了我們, 等老子來殺了他們家人! 那麽莫文就怕柳寨主還會走, 亦都凌空出手, 封了柳寨主的環跳穴位, 令他最多只能調色養傷, 人就走不掉了, 這陣子莫文就笑著問惡州府, 爛咧你殺了他, 你現在全身都沒力, 你殺什麼呀殺? 啊! 我! 那個師馬雄又是吧, 只剩一口, 他沒有力了, 你這頭笨頭笨老的老虎, 你想你自己的後事就好呀! 什麽呀? 想我的後事? 你, 你要殺我們呀? 你不要那麼天真呀! 你以為我救你們嗎? 我同樣都要殺你們呀! 誰叫你們要逼我去笑臨子呀? 去笑臨子, 我還有命呀! 公孫俊一聽, 糟了! 現在自己沒力了, 就任入人家宰國? 那麽跟著說, 姑娘, 如果你不怕人恥笑, 你就儘管動手呀! 我怕什麽人恥笑呀? 公孫公子, 你不要忘記呀! 我不是什麽合意上的人, 我是個邪派的妖女, 既然是妖女, 我什麽使不出呀? 唉! 可惜在下不能見識姑娘的高招, 我死不甘心! 這陣子柳寨主突然坐在地上說, 姑娘, 我勸你還是快點殺了他們好! 哦? 柳寨主, 何出錢呀? 我知道中原武林合意上的人, 一心要除了姑娘你才放心的! 你又夠想殺我了! 姑娘, 你不要誤會呀! 我們教主十分欣賞和佩服姑娘你的武功和為人, 並不想姑娘你死, 只希望能夠和姑娘一同聯手, 對付中原武林的各大門牌! 所以教主吩咐我們, 如果碰到姑娘那陣子, 千萬不要傷了她, 只是請姑娘去見見面而已! 有你這樣請我的嗎? 在這裡下毒? 我們知道, 如果是這樣請的話, 姑娘一定不會答應, 所以只要出此下策來請姑娘咯! 這陣子那個西域武士都說, 木姑娘, 我們的確是這樣, 教主還吩咐我們, 如果有人傷害姑娘, 我們一定要出手相救, 不用讓姑娘落在中原武林人士手中! 柳寨主說, 哎呀! 所以請姑娘盡快殺了這幾個人, 千萬不要放他們走! 放他們走又怎樣? 他們一走, 中原武林所有的高手, 都知道姑娘在這一帶, 就會蜂擁而至, 儘管姑娘你的武功莫測, 恐怕難以力敵眾多高手! 多謝你的關心, 不過, 我不怕他們的! 姑娘, 你還是小心點好! 喂! 我有件事忘記跟你說吧! 可不得了! 沒事的! 可不得了! 嘩! 天啊! 可不得了!